最重要的是我老師說了兩句說話 願天常生好人 第一句 第二句 願人常作好事 這是我的一個總結 願天常生好人 願人常作好事 如果社會人的本質是壞的 那我們就很苦 你說人的本質是不是真的很壞 看整個社會的趨勢 眾生有沒有善根 有善根 有些小朋友天生就很善良 有些小朋友天生貪真癡比較重 做父母怎樣去引導他 怎樣去教育他 這就是問題 願天常生好人 願人常作好事 我希望是這樣 所以無論哪一個去管治都希望香港眾人和諧 願香港都好 這才是我們每一個市民心所想的事 其實有很多的有識之士 為何沒有人出來講一些好的說話 正面的說話 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是很重要 我都很感慨 所以我都不知道講什麼好 因為一講這些 大家就會很敏感 搞敵我矛盾 非黑即白 所以這些都是不好的 那我們就回應一下網友的各類問題 剛剛我們都這麼難得 我們這麼難得可以做直播 因為我要離開香港了 我都離開好一段時間 所以大家再見 這個有問題大家現在可以打上來 我去回應大家的問題 有一個網友他就inbox我 我答應了這個網友我會拍片解答他的問題 這位網友你現在就要聽著了 我現在解答你這個問題了 OK 他的問題我要讀給大家聽一聽 因為大家都要知道背景 因為其實這個問題我覺得對大家都有好處的 大家都可能會面對這些問題 老師你好 我follow了你的page很久了 第一次找你 希望沒有為你添麻煩 是這樣的 近來因工作 讀書和家庭都發生很多事 令我情緒低落很嚴重 工作上上司老闆指示看表面 完全無視了我的努力 加上業績不好更指責我的不足 我沒有想怪責別人 只是覺得視自己不足 這是第一點 工作上 第二點 家庭上 因我有個小孩 兩家 他自己和老婆那邊的老人 爭寵孫兒 我無能 我無能 亦未能 兩邊都滿足 覺得是否應該生多一個寶寶才夠分呢 這是第二個問題 現在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他說 我另外盡修兼讀宗 晚上下班要上學 溫舒和做功課 壓力快爆煲 沒有輸壓的方法 開始負面起來 求智者相助 首先 我不是智者 所以我只能夠 就我所知 我去回答你 他說 最後 他再加多一句 他覺得自己很無冷 很無用 那我就 要回答這位網友 你不要灰心 第一樣 你要去做的 就不是 這個 搞工作 第一樣 你要做的 就是 你要安好你的心 也都不是搞家庭 搞家庭是第二步 先安好你的心 第一樣 你一定要問自己 你工作好 為家庭好 你讀書好 你為了什麼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 而去做 你好像 因為社會需要 因為工作需要 我就要去讀書 我就要努力 因為要為家庭賺錢 好了 十個茶壺九個蓋 十個茶壺六個蓋 你今天解決了這個問題 你還有下一個問題來 所以 你永遠的煩惱 是解決不完 首先 你要知道 你為什麼 你要解決問題 你的問題是怎樣 你努力工作 你讀書 你為什麼 你為的是家庭幸福 你為的是想 兒子幸福 想太太幸福 想自己幸福 這是第一點 首先你要立著智 所以我永遠教大家 要行天命 明者 明也 你找到你的明 你就找到你的明 你叫爸爸 爸爸就是你的明 你怎樣去行 爸爸的天命 你叫兒子 兒子就是你的明 你就要找你的明 你的天命是什麼 你現在行的是宿命 所以隨便流轉 什麼叫宿命 你為家庭 這就叫宿命 每個人 我常常用我的比喻 大家看回我 這個《佛刀有火》裡面 的那條片 講三明 我創立這個三明 這個學說 就是為大家去分析 你的人生 這個是黃戰人 整套話是黃戰人 去講出來 我將它整理歸納 演繹出來 這個三明學說 你去什麼叫陰明 陰明 舉例 媽媽 或者老公 爸爸 一美為自己 拿家用去嫖刀飲蕩 吹 不理家庭死活 這個叫陰明 陰明一定落地獄 第二 宿命 死牙 死苦 死窮 為家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要為這個家 隨便流轉 被一個力量推著走 這個叫宿命 天命 天命是你明白為什麼 甚至你是去圈勢化人 就是說你做這份工 你養這個小朋友 你建立這個家庭 不只是為自己 為什麼不是為自己 你養育一個小朋友 你就要養育一個什麼 不要說社會動良 為社會帶來一個好人 再進一步 不為社會帶來麻煩 你教育這個小朋友 你不想他危害社會 你不只是說兒子 現在的家長就是這樣 大家要聽一聽 現在的家長就是 第一句 小朋友在酒樓吃飯喝茶 或者吃蒲菲 走來走去走去走去 很危險 很白嫌 又撞到人 家長第一句 他說 兒子你小心點 看著人家撞到你 為什麼他不反過來說 兒子你小心點 不要撞到人家 帶給人家麻煩 現在的家長就是說第一句 兒子你小心點 小心別人撞到你 所以我們正在行宿命 正在行陰命 所以你說我要生兒子 是給兩個老人家去玩 這樣就錯誤了 你生兒子出來 不是給老人家去玩的 你的兒子也不是玩具 不是給老人家用來掀時間 爭寵 你要教育你父母 要教育你外父外母 老人家不一定代表有智慧 幾多七八十歲 還跑去地鐵站 撞年輕人的胸 幾多有這些人 這些就是古人說的 老兒不死是為賊 就是這些了 有幾多的存在 所以他有他的生命 他的生理年齡八十歲七十歲 可能他心理年齡只有二十歲 只有十二歲 還是撒嬌 還是口腔期 所以你做子女 所以如果你明白你的時候 你要教育老人 教育子女 甚至你要教育太太 那你要怎樣教育太太 呼綱是怎樣立的 呼綱不是發脾氣 大男人叫呼綱 是不發脾氣 明禮、重禮 這就叫做立得住那個綱 令到你太太是服你的 你這個人是很脾氣講道理的 不是臨善 不是給老婆說 你今天睡廳 不准入房 替我頂譚冠 替我洗底褲 那就叫做立身綱 這叫呼綱 不是 是互相相敬如賓 尊重 而老公是能夠令到太太明白你的 這個叫做綱 所以這個就是善人道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點 所以我們找得著我們的名 找得著我們的命 我們能夠千變萬化去應勢 如果不是我現在解決了你這個家庭的問題 解決了你工作的問題 解決了你讀書的問題 你未來又有其他問題 因為你不明白你的名 你抓不著你的命 那你就迷惘了 你就迷失了 所以你要看《黃鳳兒言行錄》 我編的那一本 舊的那一本 它有很多的流處 而且沒有那麼完善 我用了半年的時間 重新編過這本書 是免費的 大家去保心就有了 所以不要餘孝 要領人 養父母的身 養父母的心 養父母的志 你養父母的心 身體 牛馬皆有養 你養狗養貓 養豬養牛 都是這樣 養父母的心 就令他順心了 兄弟之間不要爭鬥了 養父母的志 要將父母往道上歸 教他明世間是你 有些老人家 不明白道理的 那些老人家 都假裝死 跌到地上 說人家推他 在大陸 拐大兒童 也有的 這些就是 難道那些 你都要孝養他 真正的孝養他 是思想改造他 你要教育他 正確的道理 是非觀 所以 有人問 老師 我怎樣可以 教好我兒子 或者讀書 他一美質的讀書 文昌位在哪裏 我見到他的兒子 讀到 雙目無神 被大吸塵 以大兜風 口大發噗風 整個兒子變成傻子 讀書讀到傻子 三年級 已經被人打鬥 打鬥鬥鬥 父母又兇 小朋友的分數 跌了一兩分 可能九十分 變八十九分 就已經要被人打了 要藤條蚊豬肉 又或者 遊戲機又不給玩 玩具又不給玩 總之小朋友很慘 父母來找我 我跟父母說 我說 你這樣逼死你兒子 你兒子 老師 你見他一眼 你就知道 我說 感應到的 開心不開心 小朋友一看你就知道他開心不開心 我 我說 你教兒子出來 只是教他讀書 將來他長大了 不懂得照顧自己 你擔心一世 將來他長大了 不守規矩 你培養過什麼 高知識的道德 因為沒有道德的人 你又擔心一世 你倒不如培養一個好人出來 你培養一個好人出來 至少你養兒一百歲 長休九十九 你那九十九都不用休 你不用擔心 你兒子今晚不回家 是不是出去打家劫社 是不是橫屍街頭 所以你寧願教一個好人出來 而不是要教一個厲害人出來 今天香港社會 每個都要培養一個厲害人 但是他忘記了 厲害人都有壞人 在赤柱裏面那些 全部都是厲害人 坐牢誰不是厲害人 犯罪誰不是厲害人 每個都厲害人 不厲害人怎麼做 怎麼去騙人 怎麼去害人 他一定是厲害 只不過他厲害錯了 那個厲害 放在錯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把小朋友的厲害 放在正確的地方 我去和一些企業去上課 去教一些CEO的課程 我經常說做一個主管 要有主見 不可以有成見